第27 关于伏特剂的使用下列迅速何者错误 A 使用前需归零 对的 我们任何仪器的使用的第一步骤都是归零 选项A是正确的 选项C 因由大而小逐渐改变测量范围 这个也是对的 老师上课的时候强调过 我们使用的时候要从最大档位开始 依序减少到可以测量到最大 偏转最大又不超过为止 所以选项C是对的 选项珠其负节应该连接电池的负节也是对的 我们的伏特剂的使用要正确连接 伏特剂要并连 正要接正 负要接负 所以选项珠是对的 选项B 不可以直接将其连接电池两端测电压 这个是错的 不可以直接连接电池去测的是安培剂 因为那样错会使安培剂烧掉 可是电压是可以的 所以选项B是错的 所以27点问我们说 关于伏特剂的使用下列叙述何者错误 我们答案选的是B 不可直接将其连接电池两端测电压 我们再来 找个